而城中内阁要迈上有感内阁的第一步就是要在这个汽机车的行照上面下手了 目前呢过去的机车每两年就要换行照一次五一百五十块钱 而汽车呢三年换一次要两百块钱 不少的驾驶都觉得很麻烦耶 现在交通部宣布明年一月起 除非是营业的用车或者是过呼易斗 否则汽机车都不必换发行照 机车组平均两年就要换一次行照 你是不是觉得很麻烦呢 很麻烦 怎么说 因为有时候会忘记啊 不用把时间赶得那么挤啊 两年换一次还太快了 真的好麻烦 机车组平均两年换一次行照一次一百五 汽车三年换一次也要两百元 像这位李先生家里有六部机车 两年一到光是花在行照替换归费就要九百元 虽然不多但要是忘记脚还得吃上罚单 差不多五六台吧 一次换来归费差不多要 差不多要一千块了吧 不会忘记要发钱啊 驾驶嫌麻烦 交通部预计明年一月开始 除了营业用车和过呼易斗 汽机车统统不用换照 来料税也只要到超商缴交就OK 但他查询的方式都比较复杂 然后民众这边也会觉得就是会增加很多的一些麻烦 那后期的话我们就是取消 这些车子有些也是要那个啊 定期回去看说那时候排气量之类的吧 就是改装车那么泛滥 尽管方便但还是有民众质疑 不必换照 未来恐怕会有更多违规改装车在路上爬爬灶 新证车能不能行得通 恐怕还得看相关单位准备好了没 中文新闻正中王嘉宁台北报道